虽说是内蒙,其实离黑龙江不远,都快到外蒙边境了,居民也以汉族为主,只有少数的蛮蒙两族。 我们这一波知青总共有六个人,四男两女,一到地方就傻眼了,周围全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和遗忘无际的原始森林。 出了屯子,走上百十里地,也看不见半个人影,这里根本不通公路,更别说通电了。 在这地方,点个油灯都属于干部待遇,十手电筒相当于现在驻总统套房,在城里完全想象不到。 我们当时还以为祖国各地全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 不过那时候,也觉得新鲜,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山,好多山里产的东西也是头一次吃的。 这附近的山比较富,山货很多,河里还可以捞鱼,到不愁吃不饱饭。 后来回城后,听到他们去陕西插队的说,他们那儿才叫真虎呢,几年里压根没见过一粒像样的粮食。 知青的活不太重,因为这地方靠山吃山,农作物重的不多,夏天的晚上,我们轮流去田里看庄稼,因为怕被野兽啃了。 所以每天晚上,得有一两个人在庄稼地里过夜。 山里的庄稼地,不像华北平原那样千里青沙障,而是东一块西一块,哪里地平就在哪里开一块田,所以晚上要经常出去走动。 这天夜,正赶上我和胖子搭伴。 胖子在草棚里睡觉,我出去转了一圈,一看也没什么事,回去睡觉得了。 快到草棚的时候,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大团圆乎乎的白影。 我揉了揉眼睛,再仔细看,确实不是看眼花了,但是天太黑究竟是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 我那时候,不信有鬼,以为是什么动物,于是就捡了条木棍,想把它赶跑。 一片漆黑之中,一团白花花的事物,而且还在微微轰轰动物。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像是动物,可是如果不是动物,它会不会动物。 我虽然不怕鬼鬼,但是面对未知事物之时,始终还是存在一些畏惧的心理,不敢轮棍子直接去打。 我手中 apprentice,我手中的这根根根果,其实就是从弟弟随手捡来的粗树枝。 我用树枝轻轻捅了捅,那堆白上上的东西,很软。 突然在黑暗之中,听见胖子大叫, говор 생각이,说enenp姐子! 胡话呢?你用树枝捅我屁股干什么? 一场虚惊 原来是胖子白天吃了不干净的果子 晚上闹肚子 蹲在那里放毛 黑夜里就他的大白屁股前眼 第二天早上 胖子还不依不饶的 要我对他进行补偿 自称昨晚被吓得死了一百多万脑细胞 我就说 就你那大脑 能有那么多脑细胞吗 我跟你都是穷光棍 接受了最高指示 来农村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 你想让我拿什么补偿你 我可跟你提前说 作为你亲密的革命战友 我的全部家当 就只剩下现在身上穿的最后一条裤子 你总不会要我拿这条裤子补偿你吧 胖子满脸坏笑着说 那那倒不用 我昨天晚上在团山子那片老林里 见到一个非常大的蜂窝 你跟我去把蜂窝捅了 咱们弄点蜂蜜冲水喝 还可以用蜂蜜跟燕子他爹换吐司肉质 燕子是个姑娘的名字 他爹是村里有名的老猎人 我和胖子都住在他家里的知情点 他们父女两个经常进山打猎 时不时的请我们吃野味 我们一直觉得总吃人家的好东西 这有点过意不去 但是我们穷 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请燕子妇女 于是我们就决定 弄些蜂蜜回来送给燕子 两人都是急脾气 说干就干 以前在城里 我和胖子都是全军区出了名的淘气大王 捅个蜂窝不算啥 比起这厉害十倍的勾当 也是经常耍的 我怕迷路就找燕子借了他的猎犬 这是条半大的小狗 它是燕子自己养起来的 燕子给小狗起了个名字 叫栗子黄 还一直没舍的带他出去打猎 见我们要去团山子玩 就把猎狗借给了我们 团山子离我们村的直线距离不算远 但是由于没有路 翻山越岭走了半日才到 这片林子极大 村里的人曾警告过我们不要进去 说里面有人熊出目 我们见过村中有个只有半边脸的男人 小时候就在这里遇到了人熊 好在燕子他爹及时赶到开枪惊走了人熊 才把他救了下来 但是脸还是被人熊舔了一口 人熊的舌头上全是稻生的肉刺 一舔就舔掉一大片肉 他的左脸没有眼睛耳朵 鼻子和嘴也是歪的 都四十多岁了 还讨不到老婆 村里的老人们说起他的事 都要流眼泪的 我们虽然胆大 也不敢贸然进入原始森林 胖子所说的那个蜂巢 是他跟村里人去采松子油的时候 在森林边缘发现的 就在林子边靠近一条小溪的树上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这蜂窝太大 比我们以前捅过的那些加起来还要大 从远处看 就像是树上挂了一头没有四肢的小牛犊子 里面黑哑哑的巨大遮风飞来飞去 嗡嗡声震耳欲弩 我说小胖 你他妈的就坑我吧 这是蜂窝吗 这简直就是一颗马蜂原子弹啊 这要是捅炸了还得了 胖子说 没错 要是普通的蜂窝 还用得着找你啊 我自己我就顺手解决了 怎么样 你敢不敢干呢 我说 这算什么呀 我们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 连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坦克咱都不怕 能怕几只小蜜蜂 全是他奶奶的纸老虎 干他娘的 今天咱们吃定蜂蜜了 话虽如此说 却不能瞒干 稍有失误就会被马蜂活活遮死 这种蜂如此巨大 肯定是有毒的 不用毒啊 挨这么一两下就完了 刚好旁边有条小河 这就叫天柱窝影 我先拿出一块饼子 掰了两块 喂栗子黄吃了 让它远远的跑开 然后各自把带来的君大衣穿着 戴上了狗皮帽子 扎上雷脖戴上手套 帽子前面遮了一块 找女知青界的透明纱金 检查全身都没有半点露出疲肉的地方之后 让胖子找了两根空心的尾子 一人一颗 准备等会儿跳到河里躲避风群攻击时 用来呼吸 准备停杠之后 我们两个臃肿的狗熊一样 一步三晃地来到树下 我手拿一团冬子草和火柴 蓄势待发 胖子拿个长长的杆子数着 一 二 三 数到三就用长杆 蒙筒风潮和树干连接的部分 每桶的四五下 巨大的蜂窝 啪嗒一下落到树下 里面的无数大马蜂 立即就像炸的营一样飞出来 在天空中形成一大片黑雾 嗡嗡嗡地笼罩在我们头顶 我事先准备得比较充分 不管风群的攻击 用火柴点着了冬子草 放在蜂窝的上风口 从里面飞出来的飓风 被烟一熏就丧失了方向感 到处乱飞 我和胖子又用泥土 在燃烧的枯草周围堆了一道防火墙 以防形成烧山大火 此时那些没被烟熏到的马蜂 已经认清了目标 纷纷扑向我们 我感觉头上就像下冰雹一样 啪啪啪乱起来 不敢再坐停留 急忙和胖子奔向旁边的小溪 那溪水不深 不到一米的样子 我们一个猛子扎到了底 身上的马蜂都被溪水冲走 我一手按住头上的狗皮帽子防止 被水流冲走 另一只手取出尾子呼吸 过了许久 才露出头领 发现蜂群不是被水淹死 就是被烟熏晕了过去 已经没有危险了 此时虽是盛夏 这山中的小溪却冷 我已经冻得全身发抖 好不容易才爬上岸来 躺在石头上 大口喘气 头上的阳光 晒在身上发暖 说不出的舒服 不一会儿 胖子也撑不住了 晃晃悠悠地爬上岸来 刚爬一半 他忽然哎呦一声 猛地抬起手臂 手上不知为什么 扎了一个大口子 鲜血直流啊 我赶忙又下到溪中去扶他 胖子一边紧握住伤口 一边说 你小心啊 这河里好像有只破碗 他妈的扎死我了 这附近根本没人居住 怎么会有破碗呢 我好奇心奇 拖了个金光 赤的膀子 潜进西中摸索 在胖子被扎的地方 摸出半个破瓷碗 看了碗的款式和青蓝色的花纹 都有几分像以前我祖父所收藏的北宋青花瓷 祖父的那些古丸字画在破四旧的时候都被红卫兵给砸了 想不到在这深山老林里也能见到这类古丸的残片 还真有点亲切感 不过这东西对我来讲根本没什么用 我一抬手把这半个破碗远远的扔进了树林里 胖子也把湿透了的衣服扒了个金光 胡乱包了包手上的口子又跳进西中 我们俩洗了个澡 然后把衣服斜袜一件一件的晾在西边的鹅卵石上 我大声呼售 招呼栗子黄回来 只见栗子黄从远处跑了回来 嘴里还叼了只肥大的灰色野兔 不知这只倒霉的兔子是怎么搞的 竟然会撞到栗子黄这只还在实习期的猎犬口中 我一见有野兔大喜之下抱着栗子黄在地上滚了几圈 真是条好狗 我从蜂巢上掰了一大块沾满蜂蜜的蜂房奖励他 胖子说 回去咱们也找人要几只小狗养着 以后啊天天都有兔子肉吃了 我说 嘿 你想得到没 山里有多少兔子 也架不住你这大草狠吃啊 先别说废话了 我还真有点饿了 你赶紧把兔子收拾收拾 我去剪柴生火 胖子在西边把兔子洗拨干净 我抱了捆干松枝 点起了一堆篝火 把剥了皮的野兔抹上厚厚的一层锋利架在火堆上烧烤 不一会儿秘制烤兔肉的香味就在空气中飘散开了 我把兔头切下来喂狗 剩下的兔肉一皮两瓣和胖子吃了个痛快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 差点连自己的手指也一起吞下去 虽然没有油盐调味 但是抹了野生蜂蜜 再用松枝烤出来的野兔肉 别有一番天然风味 在城市里 一辈子也想不到 世上会有这种好吃的东西 吃饱之后 眼见天色不早 衣服也干得差不多了 就用粗树枝穿起了巨大的蜂窝 两人一前一后的抬了高唱的革命歌曲回顺 天大地大 不如我们大家决心大 爹心娘心不如共产党的恩情金 这才真是 边敲金邓响 齐唱凯歌环 唯一不太协调的 就是在我们嘹亮的革命歌声之中 还夹杂着栗子黄兴奋的叫声 这使我觉得 有点像电影里的鬼子金村的气氛 回到屯子里一看 人少了一大半 我就问燕子 哎 燕子 你爹他们都到哪去了 燕子一边帮我们抬风筹 一边回答 查干哈河发大水了 林场的木头都被泡了 中午村里的人都去那边帮忙搬木头了 知书让俺转告你们 好好看庄业 别闯祸啊 他们要七八天才能回来 我最不喜欢听别人不让我闯祸的话 就好像我天生是到处闯祸的人似的 于是对燕子说 知书喝酒喝糊涂了吧 我们能闯什么祸呀 我们可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燕子笑着说 你们还不惹祸呀 打你们城里这几个知青来了之后 这村里的母鸡都让你们闹腾得不下蛋了 我们一起的另外两个男知青也去了林场 只剩下我和胖子 还有另外两个女知青 我们因为出去玩 没被派去林场干活 觉得很幸运 把蜂蜜空进罐子里 足足装了十多个大把罐 燕子说 剩下的蜂房还可以整菜吃 晚上整袍子肉炒蜂房吃 一说到吃 胖子就乐了 说今天咱们这小生活跟过年差不多啊 下午刚吃了烤兔子肉 晚上又吃袍子肉炒蜂房 我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燕子问我们 在哪儿烤的兔子 我就把经过说了 燕子说 哎呀 你们可别瞎整了 在老林子边正烤兔肉 肉香把人熊引出来咋整啊 嗯 我们听他这么一说才想起来 还真是太危险 幸亏今天人熊 可能是在睡觉 才没闻见烤肉的香味 我一边帮燕子生火 一边说了胖子在溪水中被破碗扎破手的事 荒山野岭的地方 怎么会有那种宋代的青花此晚呢 没时间读书 那就倒听途说吧 家家听书馆 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 咱们再来